早上好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土耳其的一个神奇之物 这是糖浆 就像小时候吃的川面琵琶糕的感觉 土耳其这种风色的糖浆啊 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 它的原理它是什么 它就是果汁的糖熬出来的 比如说葡萄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葡萄熟了 他们就会把葡萄压成汁 那我看很多那个村里面他们也不用压成汁 就整个葡萄放到锅里面 一个大铜锅里面熬 熬熬熬熬熬熬 熬到一个 然后就把那个渣子滤出来 过了滤以后再继续熬 熬了这个糖水分蒸发了以后 它只剩下了糖汁了以后 然后它就变成焦糖状 所以说为什么它这个糖呢 它是黑色的 它实际上就是糖在这个 我们做红烧肉你知道吧 红烧肉它不是就是要炒糖的过程 就是把糖炒出来 才变成中色的以后 那个做的红烧肉才会红呢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它把它做成焦糖状 然后把它存起来就可以到处 很多超市都买各种各种各样的 有葡萄的 16支的 还有就是桑胜之的 桑胜之的呢 它是白桑胜 到每年4月份的时候 它的土耳其啊 很多高大的桑胜树 就结满了很多桑胜 那这个桑胜啊 白桑胜是非常贵的东西 药用价值非常高的一种水果 然后它呢这个收集起来以后呢 就也是用桑胜啊 程序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这个 我觉得它吃的这个糖的味道呢 就是中药味道就比较稳一点 就是有一点类似一串的 琵琶糕糕的那种 一种中药效果 那我们家那个也是 土耳其人特别喜欢吃糖 各种各样的甜品啊 巴卡拉瓦 库雷菲啊 各种各样的甜品非常多 他们土耳其人是食堂肉饼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实际上不是很多啊 我们家那位他们家家族 都是喜欢吃高糖的东西 体型也比较胖 但是血糖水平都很低 所以我觉得和他这个土耳其的饮食啊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说他虽然吃糖啊 这个对身体不利 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平衡 糖的好处吸收了 坏的东西又有其他东西来平衡 我也不怎么拒绝吃糖 尽量少吃的 但是我不会完全不吃说什么 无糖化啊什么的 避免皮肤糖化啊什么的 该吃就吃吧 非常好吃 建议大家来土耳其炒 一定要撒一张 白三圣 完蛋了 我忘记土耳其 那名词了 以后再告诉大家 OK 拜拜 好